美国如期在5月10日正式将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从10%提升到25% 随后中国商务部也立刻发表声明指出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美国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观察到类似迹象 不过对此美国总统川普相当的不以为意 甚至在推特上呛北京别再做梦了 库德洛12日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表示 在提升对中方的关税之后美方已预期中国将会做出反击 虽然目前北京还没有具体的做法 但预计近期内也就是今天今晚或是明天都可能会公布反击项目 对此川普在北京时间13日早上在推特上再次对中国放话 不要指望靠别人来扳倒他 中国以为沉睡的拜登或是其他人会在2020当选 他痛批这种想法是在做梦 并指他们只是想剥削美国 他也再次强调他领导下的美国就是要这样对中国 库德洛也在节目中表示 中国至今仍未达到美方提出的改革要求 包含停止窃取制裁权 强制技术转移 政府补贴制度等 对于这些议题 美方认为北京拖延企图明显 因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不断对中方施压才行 他强调中方必须达成非常好的协议 来修正改变现有的错误 直到美方满意为止 美国总统川普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上调到25% 尽管川普口口声声说加税的代价是由中国承担 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却坦言事实并非如此 中美第11轮贸易谈判徒劳无功 昨天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承认加税增加的成本将转嫁到美国进口商以及消费者身上 关税对中美双方皆有影响 只是对美国经济成长伤害不大 库德洛说为了纠正中国数十年来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美国可以接受一些就业和经济受打击的合理风险 尤其是在美国经济还很强劲的情况下 另外库德洛还提到川普与习近平可能会在6月底去20峰会上会面 事实上川普拿关税开刀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根据风传媒报道 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 川普就承诺要对所有中国商品课程高达45%关税 另外川普也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等各大贸易伙伴增加关税壁垒 这些增税措施呢至今没有被取消 即使美墨加已经达成修订NAFTA协议 就在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关税正式实施后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声明表示 川普已指示要对其余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 商人出身的川普长期关注各种经济数据 他把经济表现当成连任关键 根据统计美国今年第一季GDP年化成长率为3.2% 今年4月就业市场新增26.3万个工作机会 整体失业率降至3.6%是近50年最低 经济繁荣不但替川普巩固农村地区选票 也使白宫更能宣传关税带来利益 但这些数字并不代表经济就此一飞冲天 华尤指出美国经济仍有下滑的危险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公布 美国4月制造业活动降至两年半以来的低点 显示当地工厂受猫一战影响订单大幅减少 美国第二季经济成长恐怖乐观 新展银行策略分析师黄昌诚指出 如果关税壁垒继续高足 全球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将会飙升 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 尽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5月9时日访美谈判 之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透露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6月底的日本局20中会谈 但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美中双方互信已经受到严重侵蚀 双方分歧越来越扩大 这将使得近期达成协议的前景遥遥无奇 也让美国官员越来越相信 中国鹰派在北京有关改革的内部辩论中 占了上风 事实上不光是中国鹰派出头 华盛顿的鹰派人士也无视目前的僵局 给全球经济敲响警钟 对中美谈判走向感到很开心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福克斯保守派的主播多布斯 就在川普宣布对华加征新关税后 在晚间节目大肆称赞说 长期以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一直在贸易问题上欺骗美国 川普要结束前几任总统 面对中国的消极做法 终于确实做到了 而美国商界精英并未对川普 加关税的举动 做出实质性的批评 这也表明他们其实正在接受 川普对华的好斗姿态 就连川普的对手 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日前也敦促川普要坚定立场 对付中国 在推特上说 别打退堂鼓 打赢中国之道 唯有强硬 川普深知其中关键 协议泡汤凸显了 他宁可会谈破局 也不愿屈就不服目标的协议 幕僚们坚信 川普要硬起来 才能获得支持者的青睐 特别是在美中政策议题方面 不过面对美方威胁 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摆出绝不妥协的姿态 中国外交部在13日强调 中方从不屈从于外部压力 重申中美因相向而行的态度 川普的强硬 要如何不惹翻北京 也给他自己找下台阶 考验着这位政治狂人的智慧 华为在国际发展的国安疑虑还未解除 在国内又传出问题 中央社报道 广西柳州高中5月11日向家长推荐 购买华为定制版手机 这款定制版的华为Nova 4手机 内建由华为武汉研究所开发的管理平台 宣称可以统一管理全校学生 具有包含管理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管理 控制社皇暴力不良讯息的网址管理 学校资源共享 以及学生使用手机出现违规行为时 系统会记录等四大功能 根据了解 其中一款带管控的华为学生定制版手机 优惠价为人民币2499元 比市售价格还便宜200元 据新京报报道引述 刘州高中秦信副校长表示 这是应家长要求进行推荐 并没有要求强制购买 对此华为回应表示 刘州高中的活动是广西众和 医讯资讯科技公司单方面的宣传行为 华为对此毫不知情 并强调该软体并非由华为武汉研究所所开发 而是广西众和 医讯资讯科技应消防要求 联系第三方软体公司开发 华为也表示将针对 擅自使用华为名义 进行虚假宣传行为 严肃追责 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5月13日下午 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面 汪洋肯定洪秀柱长期坚持九二共事 坚决反对台独的立场 并强调涉及到民族复兴 祖国统一的事是每一个海峡两岸的人都有责任的 对此洪秀柱表示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在这个民族振兴与追求和平发展的立场上是一致的 强调两岸关系怎么解决 那把钥匙就是建立在两岸政治互信基础的九二共事 在此之前洪秀柱还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会面 并达成六项倡议 他在会中高喊九二共事 是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共同谋求未来的统一 刘洁一则回应 两岸沟通因加速沟通 强调家人只要坐在一起 就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对于洪秀柱的行程 台湾官方虽尚未回应 但在他出行前 陆委会便表示政治人物赴中国 因考量社会观感与国际视听 反映台湾主流民意 避免落入中共对台促统布局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 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 mjtv editor 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投下一颗震撼弹 要把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 从10%提高到25% 不过事实上在此之前 外界都相当看好中美贸易谈判 就连华府与北京都发出乐观信号 表示离最终协议非常接近 甚至已经在讨论签字仪式的后勤零碎事项 道理中美关系一夕冷冻的因素为何 华尔街日报对这次谈判过程 做了详尽披露 时间推回美国时间5月5日 川普在推特发出两篇贴文 同批中国不守承诺 企图想要重新谈判 扬言将在10日 把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上调到25% 另外也将对其余 325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开刀 值得注意的是 中美第11轮谈判原定8日就要举行 会议前夕情况急转之下 根据知情的中国官员表示 包含刘鹤和财政部副部长廖明 以及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等官员 都一致认为他们应该出席谈判 避免出现难以修复的裂痕 尽管北京充分意识到 这次在炮口下的谈判 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但为了不让谈判破裂 中方人决定在9号10号两天派遣团队赴美 不过周五美国依然正式对华加征新关税 中国商务部也随机指出 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但意外的是 中国没有立即对美国企业施加新的限制 这与过去的情况不同 根据熟悉的官员称 或许要在刘鹤向习近平禀报磋商情况后 北京才会决定下一步行动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昨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中国已经邀请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到北京 在我们认为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突然发生了一些倒退 这让会谈火药味越来越浓 美国认为在上周会谈开始前几天 中国开始违背商定好的条款 根据白宫官员的说法 莱特希泽看到中国在某些细节上改变了谈判目标 中国谈判代表告知美方 他们不愿意承诺改变有关智慧财产权权 强制技术转让 补贴和争议核心问题的法律 另一个冲突的主要问题是美国认为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美国最初试图诉诸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倾向 认为如果中国像习近平所描绘的那么伟大 为什么要偷美国技术呢 川普政府威胁如果中国行为没有改变 他已经有一项令人满意的执行方案 但中方官员说 执法程式需要通过中国立法管道才能实现 无法在谈判桌上得到保证 美国官员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靠的说法 事实上中方之所以敢全盘对方承诺 可能是北京误解了美国准备做出让步 报导指出川普对美联储的公开批评 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 北京认为川普希望降低利率 是他担心美国经济的一个迹象 并禁字理解成美国的经济或许不如预期 还有中国经济增长回升 也是北京对贸易谈判信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除了美国不满中国反水 相对的美方也让中国有不满的理由 美方坚定要求除非北京表示将旅行协定 作出承诺否则不会取消关税 但这让中国很难有接受条件的动机 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现中国违反某些规定 对中国加征惩罚性关税 美国希望中国承诺不再进行报复 在双方各居一方的情况下周四周五两天谈判 姆努钦和莱特希泽把刘鹤带到大都会俱乐部的工作晚宴上 尽管美国10日还是实施了新的关税措施 刘鹤仍顶着笑容继续谈判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团队对谈判结果同样不期待 但举行会议的目的是 能够对外说美国谈判代表仍在努力 周五会谈结束后 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习近平与他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牢靠 未来谈话将继续 川普含糊的补充 关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取消具体取决于发生的事情 至于刘鹤他在谈判后则说 中国并非违背贸易承诺 而是不能就原则问题做出让步 刘鹤提到中美谈判目前仍存在包含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贸易采购数字以及协议文本内容平衡性等三大分歧 对此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评中提到 任何贸易协定的文本 必须以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达成平衡 不破坏主权国家尊严 新华社也发文呼吁 解决中美经贸摩擦 关键在照顾彼此关切 不应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 中时电子报报导 新华社在评论中强调 上述三大分歧是中美谈判时的三大原则问题 也是中方所不能让步的 评论指出 在取消全部加征的关税方面 加税势必对中美两国经济都造成冲击 过去一年多来 经贸摩擦产生的负面影响 已经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 加征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方应尊重中方诉求 顾及全球民众的利益 让双边贸易恢复正常 其次在贸易采购数字部分 新华社也批评美国 借此大搞强买强卖 评论指出 美方一再要求中方扩大自美进口 甚至要求中方承诺具体数额 但中方扩大进口不仅因符合实际 也应该要顾及经济发展需求 不能是美方一面说了算 最后在协议文本内容方面 不仅要包含美方诉求 也要包含中方主张 这样才能体现协议的平衡性 尤其文本表达方式 要为中国国内民众所接受 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 由于目前协议尚未完成 没有正式的恢复会谈计划 未来发展的关键可能掌握在 川普和习近平手中 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了 他们的个人友好关系 一位北京官员说 似乎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 是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 直接对话 如果他们不另安排提前见面 预计这两位领导人 将在六月底的 二十国集团会议上 开会时碰面 不过当前 鹰派的莱特希则发声明说 周一美国贸易代表 将开始着手安排提高 对来自中国的 所有剩余进口产品的关税 看样子中美贸易战 暂时还无法画下休止符 至于后续将如何发展 还有待观察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 尽管很有可能两败俱伤 但如果掌握得好 中国很有可能仍然会打赢 在去年 中美之间有 5300亿美元的货品交易 而美国的官方说法是 只卖给中国 1500亿美元的货品 让他们觉得亏很多 说中国都赚了 3760多亿美元 所以如果打贸易战 中国损失会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的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 在澎湃新闻 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说其实实际情况 并不是美国说的这样 根据金教授的说法 实际情况是 美国确实直接卖给中国 1500亿美元的货物 但是通过台 港澳等地区 美国以转口贸易的形式 间接卖给中国的 还有1000亿美元的货品 这部分美国政府 并没有算进去 而中国通过台广 澳地区卖给美国的货品 他算算进去了 采取的是双唇标准 理由还很正式 说是原产地原则 而原产地在美国的商品 他就把台港澳等地区 看作是赚差价的中间商 再卖给谁他就不管了 所以按这个统计算 从一开始美国就少给自己 算了1000亿美金 这么算下来的话 去年中美的商品贸易 中国卖给美国5300亿美元 并没有错 但美国卖给中国的 其实是2500亿美金 然而在服务贸易之中 美国是547亿美元的顺差 也就是说通过服务贸易 美国去年赚的钱 基本上接近900亿美元 而这么算下来 美国去年通过贸易 在中国赚的钱 有3400亿美元 所以真正的差距 应该是5600亿 和3400亿的差值 也就是2200亿美元 而不是川普所讲的 3760亿美元 金赛荣教授还表示 中国不否认这个逆差 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 多属于加工贸易 商品很多是外国公司的 外国公司里面 有一多半又是美国公司 拿苹果来举例 iPhone就是在深圳和郑州 两个产地生产的 生产完成之后 返销给美国 这都算是中国出口 而实际上生产加工 iPhone只能让中国企业 赚很少的钱 而这都会算在中国名下 所以结论就是 双方的贸易利益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账是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而不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而在之前闹得沸沸扬扬 那中心事件出现之后 中国官方的内部精神 其实是用两弹一心 精神来五年解决问题 而美国有一批 高科技企业倒台 连带着华尔街崩盘 损失更大 所以这招 金教授估计 美国是根本不会用的 但是这么算下来 他认为 中国还有三张牌 可以跟美国打 其中有两张小王 一张大王 那么其中 小王牌之一 是彻底禁止 对美国出口稀土 因为所有的芯片 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必需品 都需要有色金属 而有色金属的原料是稀土 说起来 中国的稀土产量 占世界的95% 是垄断性的 而再说 中国稀土工业质量很好 其他国家也有稀土 但是开采工业还不如中国 他们产量低 也产量差 环境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 而中国如果彻底禁止稀土的出口 美国很多东西造都造不出来 会迫使美国他们开采自己的稀土 但是开采量要满足需求 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中间就会出现空档期 那么等美国的稀土供应全面恢复 中国的高端芯片也就已经完成了 都可以向国外出口了 那么另外一张小王牌呢 是美国国债 中国持有2万亿的美国国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国债有三个月卖不动 中国政府逆风而上 稳定了信心让美国得以活了过来 而最后一张大王牌 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 美国的在华企业进来得早 刚刚改革开放就进来了一批 除了赚钱还赚了很多的市场 去年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的钱 是3800多亿美金 比美国对华贸易赚的还多 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 就赚200多亿美元这么多 再比如说美国的汽车品牌 通用别克 去年它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了 420亿美元 在美国本土才390亿美元 如果一旦限制通用在中国的市场 毕竟那是它最大的市场 通用的股票就会跌人残 那再说通讯科技公司 苹果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额是460亿美金 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本土 但是中国完全可以下手 把苹果的市场彻底打掉 而美国企业如果失去中国市场 中国方面损失的 主要是中国的买办代理人之类的 而不是普通工人 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协议上面的认知偏差 金灿荣认为 中国在真正知识产权方面 可以再多做一点工作 领导人有过相关承诺 把知识产权保护得再好一些 还有继续变好的余地 而现在美国人也很注意 近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一个智库上讲话 说中国现在好称支持只有贸易 是个笑话 但是现在大家经常说 美国想要说服欧洲联合 自己来围堵中国 那么中欧联手的话 效果会怎么样呢 金灿荣教授认为 欧洲跟美国的矛盾属于家里人吵架 而中国算是个外人 吵架太正常了 不会影响他们的血缘关系 再吵他们也是一家人 而中国毕竟是个外人 所以别指望中欧能够联手 中国要打贸易战 靠的就是要自己 欧洲金灿荣教授认为 他不落井下石就已经很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 明镜电视会持续为您关注 请您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明镜人物 今天人物尽头来关心宣布参选 台湾总统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说到台湾经济发展 台湾总统蔡英文认为 自经区已经不符合需求 对此媒体追问郭台铭 如果当选为总统 推动自经区是否为首要任务 郭台铭说拼经济是首要任务 自经区只是其中一环 但是如果没有签署区域协定 还要长年缴交关税 自贸区有什么用 郭台铭又说如果蔡总统是半个经纪人 他就是一个经纪人 就看民众要选哪一个 说到两岸关系 郭台铭日前表示 九二共识是不够的 应该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 也就是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 包括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是这与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有差异引起党内论战 来因人士指责郭台铭 并不了解九二共识的背景 郭台铭回应说 政治人物就让他们去说政治 只是谁能够把九二共识讲清楚 十个人有二十种说法 郭台铭只有一句话 就是中华民国国旗要存在 他说他只坚持中国当局 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否则就是民进党最好的助选员 郭台铭快言快语 斩乱麻的利落形式作风 禁收媒体底片 面对媒体询问 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 在脸书直播时说 来因政治人物到中国都不敢提中华民国 郭台铭也回批指出 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他自己的问题还不够多吗 赶快站起来赢得党内初选才有资格谈 不要来赠温度 郭台铭强调大家要拼经济 不要拼口水 民进党现在倒过来为选举 为总统蔡英文胜选服务 民进党长大位 却通过不公不义的法律 不过对于郭台铭怎么看两岸关系 台识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指出 郭台铭喊出两个中国的说法 与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以及前总统李登辉所说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是相差不大的 坦白说已经踩到中共红线 中共没有对此回应 他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中共近来忙于与美国的贸易战 太忙了没有时间动手 二来呢则是中共允许郭台铭这样的说法 背后的目的就是想要拉拢台湾中间选民的支持 最好的情况还能够获得潜绿民众的选票 央广指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与郭台铭会谈的吴国会 今天上午登场 两人闭门会谈大约70分钟 郭台铭会后表示 他向党主席吴敦义表达 每一位候选人都必须尊重党内初选办法 并且坚持举办政宪会或者是辩论会 在每场都纳入经济议题 公开回答党员媒体以及公民代表三方的提问 让台湾人能够了解每位参选人的治国理念 同时郭台铭也希望民调纳入手机样板 年轻人应该都有机会被纳入到民调 至于党中央会不会采纳 他不晓得 而对于媒体询问如果初选没有获胜 是否愿意担任副手 郭台铭说他不是副手的适合人选 因为他习惯做决策 不习惯做参谋 但是他会用各种方式协助胜出的人 另外媒体询问 会中吴敦毅是否有向他提及 国民党的一中式中华民国 对此郭台铭表示 吴敦毅并没有这样说 但是有提及这个议题 他现在无法做任何简单的表述 会在初选证件会中再清楚叙述 昨天是母亲节 郭台铭带妈妈回老家 替爸爸烧香之后 就推着妈妈到大安森林公园散步 母亲特别画了一幅画送给郭台铭 郭台铭也准备一条粉色毯子当作礼物 他说因为妈妈曾经跌倒 脚怕冷 希望让妈妈外出的时候可以保暖 两个人更是互相线吻 展现母子好感情 郭台铭说他在台湾这里生长 中华民国是他的唯一 中华民国存在是他出来参选的主因 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就什么都没有 民进人物徐伟林整理报道 《民进人物徐伟林》 《民进人物徐伟林》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种呈现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不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建博论丧事 弄自由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民进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成立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民进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民进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种新的开始